大家好,我是小魚老師 中秋節快到了 接下來我會教大家畫一些以中秋做主題的畫 今次我會教大家畫月亮和玉兔 大家準備好紙和筆就可以開始畫 首先我們用一個圓形的物件 幫忙畫一個圓圈 你們這個圓圈應該會在畫邊有上角 因為左下角會有一隻玉兔 我需要用圓筆畫 因為稍後有些地方我需要拆掉不要 稍後我會在這兩個位置畫一塊雲 我會用水筆直接畫 因為稍後不需要拆 現在先畫兩個半圓形 現在第三塊 先打一個圈 好像畫蝸牛一樣 後面又繼續畫均勻 有一條長長的線 稍後再畫 下面又是卷一卷 在這個位置畫好似平時的雲 然後收尾 下到石頭 去到上邊這個圓圓 我們還是這樣畫 纜唇 但剛才畫到像蝸牛那一般 現在放在這個位置 先放在這個位置 兩個圓圓部分 不需要同樣的 這邊有螺絲的位置 然後螺絲的位置在這裡 再收尾 然后画后面的月亮 捆上刚才的线 画半圆形 那些云重叠的地方 我们不画的 下面也是 绞线下手的绞线 小心洋方便会 你当一个火车轨 沿着那条沿着位置 画月亮便完成 鱼套 画玉套在画画的左边 先畫頭 頭在這個位置開始 畫一個弧形 去到右邊 畫一隻眼 畫一個長的耳朵 下面會比較厚 上面會更窄 上面會更窄 開始畫一隻眼睛 慢慢斜斜 像滑滑梯一樣 分了两只脚 然后画前脚 前脚差不多到耳朵的位置 在这里画一条线 有个小肚腩 然后放一只脚 画到这里,再放一条尾 然后画到头上 眼睛角度过来 画一只耳朵 跟右边的一只差不多长 这幅画就完成了 未来会有中秋做主题画 大家有时间再来看看 拜拜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教学影片 可以在左边给个like 右边按订阅 按这个钟 有新影片上载 就会通知大家 下次见,拜拜